現在有學者分析說 如果蘇院長位置不換的話 可能對民進黨2024是不太有利的 這樣怎麼看 我想蔡總統已經宣示 那麼針對疫情 經濟 民生 那麼必須要照顧到這個年輕人 照顧到弱勢的產業 那希望能夠讓台灣的韌性 能夠發揮出來 那這一次有許多的 這個年輕人或年輕家庭 選擇的沉默 沒有投票 我相信要去分析這個流失的原因 這個為什麼他對於目前的這個執政 有所抱怨 有所不滿 我想這是需要誠實以對 最重要的是政策需要調整 照顧需要廣泛 而且要讓這個所有的民眾有感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 有分最新民調顯示說 2020大選或有的支持度是將近四成 有些賴慶等和柯文哲 那是要怎麼看 我想現在距離2024的總統大選 還有一年出頭 那我想各個陣營應該都會推出最好的團隊 那用最好的人選最好的政策 來爭取人民的支持 我們祝你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